因为徐晓星刚刚是说有针对这个杜炳城 还有媒体来进行这个所谓的诽谤跟加重诽谤 不过因为杜炳城如果他现在按照媒体的说法 是说他是在这个检方在侦查的过程当中 提到了这些事情 那这个到目前为止 其实并没有一个公开的文件 所以他到底是要告他诽谤些什么 其实老将我觉得这个未来要到法律上面来看 但我提一下就是说 因为刚刚提到有一个潜见声闻 我个人对这件事情是比较好奇 也比较怀疑也保留了 为什么因为很简单 就我们过去看到有一些这个台湾的 不管是制造厂商 或者是一些这个所谓军火商 比较focus在硬体的东西 对声闻不是一个硬体的资料 不是一个硬体 它其实是一个资料 就是说我任何一个潜见 今天我潜见做完了 它真正最最机敏的地方来自于 我怎么在水下去辨识 水中的物体到底是什么 那同一个物体同一个东西 你在不同的海域里面所产生的声闻 基本上也会不太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资料库 那我们以国内现在 现有的这个状况来讲 当然以前海龙海虎 应该有收集一些所谓的声闻的资料 那我觉得很大一块会来自于 是不是会有盟邦愿意协助提供 我给我们这个资料库作为辨识 所以所谓的潜见声闻案 难道是要卖资料吗还是怎样 所以我对这一块是真的是比较保留 就针对声闻的这个部分 但你说对于徐晓星会不会产生一些实质的影响 但我认为徐晓星是希望他采取的策略就很简单 叫以送指棒嘛 就你今天所有人来 那我就是提告 那你今天所有人都不要再给我谈 可是回来看就是说 今天我觉得徐晓星在这些事情里面 比较大的难 就是你会一直困在里面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今天是不同政党里面 大家提出来说 我怀疑你什么什么 那这个很好做政治上的回应 但因为你现在涉及到的是 不管你熟 你跟他熟也好 不熟也好 因为看起来过去有些这个简讯 也不是大家完全都没联络 也不是都不认识 也不是都不知道 那这些其实这一些围绕在徐晓星身边的 其实都来自于他的家人 或他的姻亲之类的 对对外界来讲 你怎么去评断真或假 就是说今天 如果今天是任何一个 比如说不同政党的家 我们会直接讲 那你先把东西拿出来 你今天有你要你要有证据 而且他的回向的那个作用力 会回答到提出来的人的身上 可是因为他们之间是有家人之间的关系 甚至你看到媒体今天的那个写法是 还有提到就是说 他们对于这个好像他们的家人 说对于这个什么 徐晓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那个做法 不是很能够谅解或干嘛 那这些话语来自于是 是他的家人 是他的家人 我们外界不会管说你跟他熟不熟 那你要控告也是你们家人之间的控告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徐晓星来讲 他真正最大的敌人 我不认为是民进党 因为大家去看那个徐晓星 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支持度民调上面来讲 他也没有觉得他自己是变差的 他那个感性的长文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都有提到就是说 大家支持所以他去做对的事情 他不认为他现在的这个做法是不OK的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 当他的家人讲那些 说真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到底他手上有些什么东西 就像说这个之前传说 到底是不是家暴或是怎样 那我们要看还是要看整个整体的完整 所以老实际我觉得徐晓星 今天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说法 包含到说人家是 你刚刚这边有标啊 说什么诈骗犯啊 在照样或什么的 我们也不会因为说 他曾经有过什么案子或是怎样 我就完全认定他可信或不可信 只是因为所有围绕 全部都绕在徐晓星的身边的人 对他提出这个指控 我认为这个是徐晓星 他比较难去面对的问题 对 好 所以我的想法要七点半上班 樱桃给五七点半给你清水吗 感谢支持 全台湾最欢乐 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论节目 狠狠抖内幕 收视狂开红弹 网路播放量突破2000万次 现在我要发出奶粉消极力 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四点 陪奶鱼 奶球一起抖起来 什么你下午的直播没有跟上 不用怕 晚间十二点友善记录版 等你一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